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如何作响保护与发展的交响乐 拍摄一张站得高望得远的酷炫毕业合影 需要多高的技术含量 看不见的摄影师在拍摄时总共分几步 想拍一张太空视角的合影 还需要哪些操作 树立全天热点 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如果白天注定用来发生 我们就用夜晚追问结果 各位晚上好 欢迎收看金丁卫视晚间新闻节目 今晚我是高原 今天是2021年7月26号星期一 欢迎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今晚栏目的微信平台上 跟我们保持互动 进入今天的节目 日前生态环境部通报 今年1到6月 全国168个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排名 长春市环境空气质量改善幅度 名列第六位 环境空气综合指数和空气质量 一级天数均为有监测数据 记载以来同期最佳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监测的数据显示 截至到今年的6月30号 长春市总监测天数181天 优良天数149天 同比增加21天 其中一级优62天 这些数字体现在生活中是什么情景呢 是相当于市民享受到62天 自然风景区标准的空气 蓝天白云 繁星闪烁的景象越来越多 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 幸福感满意度明显提高 良好的生态环境 是吉林的宝贵资源 也是振兴的优势 在生态保护上 能取得成绩一定离不开 坚持绿色发展 在茶干湖畔保护生态和发展旅游相得益彰 奏出绿色发展的交响乐 眼下正是茶干湖畔的契丹岛 马鞭草盛开的时节 紫色的花海层层叠叠叠 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观赏拍照 以前知道有这个茶干湖 在电视上看过它冬天捕鱼 但是到这来以后发现这个花海特别美 好啊这个地方啊 景美 环境好 还能吃到鱼 茶干湖旅游经济开发区宣传中心的 善军国 几乎每天都要到花海走一走 看一看 再拍上几张照片 作为茶干湖发展的一位见证者 善军国告诉记者 这两年 茶干湖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水环境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的 历史最好水平 年均游客超过250万人次 为了满足游客的多角度 了解渔猎文化 感受看得见摸得着的 茶干湖的需要 茶干湖还在着力打造 以生态保护和旅游发展相结合的科普园 规划设计了三个大型的科普园 一个是植物科普园 一个是鱼类科普园 一个是鸟类科普园 以野鸭湾为基础 辐射到周边的这个花海 变成了一个实地观光 鸟类保护 这么一个科普性的园区 为守护好茶干湖这块金字招牌 前贵罗斯蒙古族自治县 结合一组六双产业空间布局中的 河湖草原湿地旅游大环线规划 把沿湖区周边4866公顷的土地 全部实施还林还草还湿 面园污染整体减少75%以上 茶干湖周边村屯污水处理 和茶干湖水生态修复成效显著 如今为景区提供配套服务功能 占地面积3.28平方公里的 茶干湖生态小镇 正在加紧建设中 在吉林西部保护生态 与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 镇南县依托合乎联通工程 同样在走着一条绿色发展道路 留电信老人提到的南湖 就是如今的镇籁环城国家湿地公园 依托合乎联通工程 曾经的城市脏乱差 已经成为如今的生态新名片 之前这是扣臭水坑的 鱼很难生存 经过几年的改造吧 现在这里的鱼品种特别多 能达到十多种 鸟类已经增长到八十多种 生态环境的变化 带给百姓的是满满的幸福感 十三五以来 吉林省坚持实施水环境治理 水生态修复 水资源保护 加快推进新型能源替代 工业企业 大气污染治理等七项工程 生态优势成为绿色发展的新引擎 森林草原湿地面积 已占到全省总扶原面积近百分之六十 绿美吉林值得期待 今年吉林省还实施了 五年增绿吉林大地 十年汇旧绿美吉林计划 到二零三一年 将完成森林生态修复 两千万亩以上 清爽吉林 二十二度的夏天 冬季到吉林来玩雪 生态旅游双品牌 成为响当当的主角 在发展中保护 在保护中发展 绿水青山建得更美 金山银山才能坐得越大 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 让良好的生态环境 成为人民幸福生活的增长点 成为经济健康发展的支撑点 吉林正在生态发展的绿色道路上 阔步前行 您见过最酷炫的毕业照 是什么样的 您还记得给您拍照的摄影师 长什么样吗 最近长光卫星公司 发挥自身科研优势 积极拓展业务领域 结合高校毕业季 为国内七所高校提供 太空毕业照服务 一起来看看 吉林一号卫星跨界手袖有多酷 这张毕业合影有多银合 对于长春理工大学的毕业生来说 今年的毕业照拍摄不太一样 长春理工大学与长光卫星公司 在科研上的密切合作 让来自太空与地面的默契联动 在这里上演 提前约好卫星经过的时间轨迹后 百名毕业生在操场上 收取红黄两种颜色的纸板 组成了学院的英文缩写 然后等待卫星过境 完成太空毕业照的拍摄 毕业季我们当时也很忙 但是听到卫星来拍摄的话 第一个反应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很新鲜 就是我想去试一下 谁都没有这种照片 只有我没有 在将来之后看 就可能会想到 当时我们一起拍了一张 这样有意义的照片 就是会很怀念 便也很感动 这里是长光卫星技术公司 吉利一号运馆中心 那么左手边的大屏上 可以看到一组清晰的英文字母 它是长春理工大学的英文所写 那这张照片呢 就是吉利一号宽幅01A星 在6月19号过境 长春理工大学上空的时候 拍摄的太空毕业照 我们拍摄之后 从马流获取到零级产品 一级产品 以及高级产品的生产 一共经历了半个小时 这张彩车图片 就展现在我们面前了 原本多应用于 农林业资源建设的 吉利一号卫星 就这样迎来了 它的跨界首秀 卫星以每秒7公里的 高速飞行状态 划过拍摄点上方 利用自身配备的 推扫相机完成拍摄 也可以用视频拍摄 记录下一段 这个时间内的固定影像 相较于当下火热的航拍 卫星拍摄站得更高 看得更远 有了初次成功的尝试后 长光卫星公司 决定将这个活动延续下去 各高校毕业生 只需通过免费的 自发线上报名 填写时间地点 在天气好 能见度高的原则下 摆好造型进行拍摄 完成拍摄后 等待数据传回 再解码加工 便可以收到 独特精美的照片了 省内我们已经完成了 长春理工大学 北华大学的 毕业照拍摄任务 同时省外我们还完成了 北航 大雷理工 等一系列高效的拍摄 我们希望在不远的未来 我们可以做到 让你躺在你的草草上 可以拍一张 你面部很清晰的照片 完成一张真正的 太空毕业照 7月22号下午 吉林省工商业联合会 与建设银行吉林省分行 在长春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本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是双方深化合作的一项重要成果 更是服务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 一项重大举措 7月22号 吉林省工商业联合会 与建设银行吉林省分行 在长春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签约仪式现场 吉林省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 与建设银行 长春静越高新技术开发区之行 签署了引起合作协议 吉林省异地商会联合会 与建设银行 长春大京路之行 签署了引起合作协议 多年来 建行吉林省分行 与省工商联合以来 双方发挥各自优势 多层次多领域 开展密切合作 加强对民营企业精准支持 全方位立体化 助力民营经济发展 截至2021年6月末 建行吉林省分行 支持全省民营企业贷款 余额以365.88亿元 那么建设银行 以金融科技赋能 彻底解决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 融资慢的痛点和难点 高起点高水平 高效率的推动 金融有效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共同为民营企业 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赋能民营经济 高质量发展 东京奥运会女子 十米气步枪决赛中 中国小将杨倩赦得首金 就在比赛前 新华社记者对杨倩进行了专访 今晚面孔来听听杨倩 讲述第一次磨枪的感觉 我觉得还挺新奇的 就是觉得打枪还挺帅的 后面就觉得这是一个不断和自己对抗的一个过程 最难的可能是语文吧 觉得是数学 就被决定的时候就特别的让我头疼 仿佛又回到了高考 也不给自己设定什么 特别那种最终的方法 就是不把自己给框子 而是一步一步去做好我该做的每一步 就是我始终相信只要过程是好的 那结果一定不会产 摘得十米气步枪这块金牌到底有多难 奥运会十米气步枪用把十环只有针眼大 而且呢气步枪虽然有瞄准镜 但是没有放大功能 那么运动员十环以上的成绩是如何打出来的 这块手机有多难 只需现在马上立即做一个对比你就懂了 奥运会十米气步枪比赛的用法 一环的直径是45.5毫米 如果你在用屏幕大小为6到7英寸左右的手机观看这个视频 那么把纸的实际大小和你在视频中看到的图像相差不大 甚至更小 但是如果把手机放在十米开外呢 你还能看清屏幕上的内容吗 下一个令人震惊的数据是 十环的直径是0.5毫米 即便是凑近了看 其效果也就是把纸圆星的一个点 那么选手是怎样打出比十环还多的呢 事实上他们并不是把子弹打到了比十环的点更小的范围内 十环后的小数是根据子弹落点到圆星点的距离计算出来的 当然首先要把子弹打到十环的那个点上 总而言之 把纸很小 十环更小 射击比赛 其实是在比选手身体的稳定性 和对身体姿态的控制精神 更为重要的是 是扣下班机那一瞬间的感觉 这项运动 不仅考验身体的物理机能 更考验心理素质 在各界高度关注手机夺标的压力下 不得不说奥运冠军都有一颗大心脏 奥运会开赛后 三名00后中国射击对运动员拿下一金一银一铜的好成绩 本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431名运动员中 00后有50多人 他们已成长为中国体育的栋梁 不论是否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不论是否站上领奖台 也无论奖牌成色如何 年轻运动员的朝气冲劲和活力 已经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 在他们身上体现出鲜明的时代印记 更加开放更为合理的培养模式 正在为竞技体育的良性发展注入圆头活水 活跃在奥运舞台上的中国年轻运动员 他们的成长历程是一个个具体而为的中国故事 为祖国争光与世界交流是体育的光彩 也是属于这个时代的光彩 年轻人好样的 一代代中国运动员接续成长 爱国主义顽强拼搏 永不放弃这些宝贵品质 始终在传承发扬 节目最后一起来看历届奥运会 中国首金盘点 您见证过其中的几场呢 好 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 感谢各位的收看和陪伴 朋友们 晚安 欧阳誰不放弃这些宝贝 全部空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